那我们收到仪器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会有导光币的整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导光币的一个配件 其次我们就说有一个主机 这个是主机的一个部分 以及这个私密的一个配套套件 这个模套需要自己准备哈 如果老师需要教学的情况下 老师需要自己准备 那这一部分是我们私密的一个手具 这部分我们叫做私密的器件套 然后这是这名字 操作私密的时候会用到的 那这一个是脉冲头 脉冲头的话一般我们使用脉冲模式的时候 或是使用一些其他的切割项目的时候 会用得到这一个手具 那这一款的话是我们德国一比一款的导光币 导光币的话它是属于白色重水 白色重水的话呢 这一个是重水的部分 然后这一个是重水源阶的一个部分 那待会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安装 然后我们在安装打完毕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主要的操作手具头 然后进行一个安装先 我们把这一个里面会有一个防身套 我们都拿开 拿开完了以后呢 我们进行安装 我们留意一下 如果说是金色手具的情况下 这个银色是跟它连接在一体的 所以我们无论在拆装的时候 我们都是通过这里进行一个连接 这是钥匙 这是钥匙部分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内六白手 那待会我们会使用到它进行一个安装 那这一个我们叫做航空擦 这一个我们叫做航空擦 记住了 航空擦所连接的线 这个是航空擦所连接的线 那我们安装打完毕之后 我们把配件都准备齐了以后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这个箭头朝上 那我们尽可能呢 把主干 主干的话呢 我们面对它 面对它 主干的情况下在右侧 然后这个底座在左侧 底座在左侧 主干在右侧 OK 然后箭头朝上 然后进行安装 那我们在安装以前呢 我们要第一个 我们要把这个保护套放下去 这是第一步动作 第二步 我们看到这基础部分朝下 然后放下去 第三部分 我们再把这个保护套 然后放下去 好 那我们把保护套安装好了以后 我们把导关闭 只要我们把这个方向分清楚了以后 我们把导关闭 垂直往下放 如果当我们觉得安装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轻轻地摇晃它 轻轻地摇晃它 轻轻地摇晃它 然后让它起来 然后重复再放下去 或者是我们轻轻地 它就下去了 轻轻摇晃 它就下去了 下去完了以后 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个人 然后进行安装 然后我们把那个方向准备好 把螺丝也准备好 重锤的话 我们尖的这一部分 尖的这一部分 尖的这一部分 尖的这一侧 然后我们再安装以前 安装以前 然后尖的把这一个先往外拉 卡槽的位置如何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卡槽的位置 两边有卡槽 然后对到这个铁片来 好 对上了以后 两边对上了以后 好 浮稳了 OK 浮稳了 然后我们先上螺丝 然后用力就弯手 好 然后我们轻轻把钻进去 钻进去完了以后 不需要上紫 然后我们再同时上另外一侧 在核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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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核心里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上紫了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上紫 上紫完了以后 导光币安装完成 好 我们就可以把 打光币挂过 挂到侧边 挂到侧边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把航空插 拿进去看看 航空插部分 这一个叫航空插 航空插跟连接接头 我们必须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然后进行插把 然后我们把这个接口堆好 平常的话呢 然后我们这个线 不能过分的去缠绕 过分去缠绕的话 会导致里面的金属线 会崩断 拧紧了以后 我们再确保 这个金属圈上方的这一圈 黑色圈圈 也保证它拧紧 不再松动的状态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气管的方向 打光币这一侧 然后把它插到主机这边来 而另外一方插在 点阵头的一个支架上面 这个气管插在另外一侧方向 好那我们加水的情况下 我们会配到有相对应的一个漏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方的部分 我们可以认字母 A是开头的 那我们拿到漏斗了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有几个口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这里边是有皮塞的 我们正常就把那个皮塞取掉 然后进行加水 和操作的时候也是取掉 进行操作 那欧标签的 欧开头这个标签 是溢水口 我们平常加水的时候 加水加到溢水口溢出来水了 叫做加满了 那我们加满了以后 我们适当的从这个放水口 第一次开头的这个放水口 然后把它放出来 大概四五杯水 或者是五六杯水也都可以 让我们操作的时候 水不要太满了 然后从溢水口溢出来了 那我们加水的时候 漏斗是往里面擦 对吧 一擦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去注水 然后注水满了以后 那么我们 要拔这一个漏斗的时候 不能硬拔 我们要轻轻推一下这个黑圈圈 推一下它 那么我们的漏斗 就可以轻松的拔出 在不操作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需要把 可以把它堵上去 可以把它堵上去 防止会进一些苍蝇啊之类的 因为确实见过客户有进苍蝇 这开个玩笑 然后 我们大概换水的话 一月换一次水 如果说我们来回搬运的情况下 每一次搬运的时候都建议 把所有的水全部放出来完 放出来干净 旁边这一个是电源接口线 就是电源线的一个接口 这一个是脚踏的一个接口 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一种情况 在开机 急停也打开了 然后就是无法拍关机 感觉仪器完全不工作 完全不同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只要拿一个硬物 在这里有一个小凹槽 我们轻轻的撬开一下 它就可以打开了 那打开了以后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保险丝 里面是有两个 里面的那个是备用的 那外边的这一个是正在使用的 如果说我们有电压不稳的情况下 或者是 就是突然间 反正高压不稳的那种情况下 可以保护到我们仪器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保险丝 它是属于黑了 烧掉了 还是说断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从里面 拿到旁边的一个 然后放到来这里进行使用 像如果说我们平常用完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到五斤店去 花个两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了 当我们再放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 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一个是 这个四星的一个脚踏电源线 我们只要把脚踏 偷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拿下钥匙 拿下钥匙 然后我们就可以插到 这个钥匙的那边 然后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开机是开不亮的 开机是开不亮的 因为我们这机厅还没有打开 我们要顺着它的一个方向 扭动打开 开机 只是灯亮了 反光光 然后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头像的是一个点阵模式 点阵的话 我们可以做 操作面部的一个全脸翻幅 任成纹 然后包括前表的色斑 以及巴痕都可以操作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点阵 点阵 我们 借面的话我们尽可能是用指心去点 而不是用指甲去点 然后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借面先 这一个是预览的一个预览灯 预览灯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头子 然后它那个红描光 然后有在 如果说当我们不使用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 把这个预览灯点面 让它不出红光 这一个是保存 比如说 这个参数是我每一次 基本上都从这一个开始调节 我们可以默认保存 以后你每一次开机 那都是你想要的一个参数界面了 那下方的这一个是编辑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在调动任何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仪器会自动处在一个待机 或者是我们点一下编辑 它就不处在一个工作 防止人家踩到了脚踏 然后进行出光 然后 然后 右边 右上方的是返回 下面的这一个是工作 就是它已经准备好了 工作 然后中间 这个是调节形状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一个方形 并且看得到一个数据 20.0乘以20.0 所以它就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方形 那如果说我们要切换形状 我们可以再点一下图形进行切换 这时候变成三角形 菱形 菱形 圆形 那我们需要调节这个形状的大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两边的箭头进行调节 那我们这时候就看到的是一个长条的椭圆形了 就不再是一个正圆了 所以我们想要的形状大小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来进行调控 我现在把它恢复到原状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下面的一个都是调节什么的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一个是调节功率的 功率越大 那么它的能量是等于越大的 最大是60 从1瓦开始调 这个是它调节的一个区间幅度 这一个是停留时间 我们所打的每一个能量 它所停留的一个时间 就是每一个点的一个停留时间 如果停留时间越长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这一个点能量相对应 它会增加 所以它俩是属于相乘的 可以看到 我每条动它 它都在变动 可以看到 比方说我现在调到2.6 一瓦的一个功率 那么现在它就是一个2.6 2.6的一个 2.6的一个 蚝胶的一个 功率 点能量 这一个叫点能量 就是它俩是属于相乘等于它 那么 下面这一个 是间隔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单位也可以看得出来 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的话 就是我们四方块里边 这或是圆圈里边 所打的点 所打的点 每一个点之间的一个 相间隔的时间 那这时间的话 我们建议越短越好 尽量保持在1.0 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下方的这一个是点间距 点间距的话 如果说我调的越小的数字 它的一个覆盖率会越大 意思也就是说 我这个圈圈范围之内 它所打到的一个位置 就会越密集 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点间距越密集 调密集的意思 那如果说数值调大的情况下 它就是调细数 OK 这一个是一个输出模式 我们可以不用动 我们平常操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持在这个 阿开头的乱序 这一个是迅序 这一个是中分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进行操作一下 然后这一个是属于一个操作的次数 操作次数的话 最大是20 只要你保持在原地 这个位置不动的情况下 那么你比方说设定的是20遍 它就会在这个位置相同的位置打20遍 所以这个我们所需要调节多少遍的话 正常我们就可以默认值1就好了 平常我们的点间距也是1.0 那我们先打点试试看啊 我们收到仪器之后 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动作 就是把能量调到10瓦 把停留时间调到1.0 把停留时间调到一个1.0 意思也就是说它的点能量是10毫焦 然后剩下的1.0的间距 然后依次以及 以及1.0的这个时间 保持在这个数据以后 然后我们进行测试 测试这台仪器的一个能量去到多少 那我们怎么样去测试这个能量 我们可以拿A4子 就普通的A4子 不要过厚也不要过薄 就正常的A4子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测试 我们正常打10瓦左右的一个能量 10瓦左右的一个能量 它约摸可以穿透一张纸 弱影弱线的一张纸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台新仪器它的能量 是属于偏强的还是偏弱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操作过程当中 然后就进行调解 那么我们把10瓦的一个能量 我们用一个方形来进行操作 那我们这个打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张纸 一张纸完全穿透 到第二张纸上面 可以看得清晰吗 第二张纸上面有印纸 然后并没有穿透 所以这一个是一张半纸 已经穿透一张半纸了 这能量会比较强 说明这台仪器 比我们正常出厂的一个标准 要超出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给予你的参数 你可以适当的 低 几个瓦数 我们再去怎么测试 它需要低几个瓦数呢 那我们正常10瓦是微透一张纸 那我们先试一下8瓦 好 那我们这时候看得到 第一张纸是属于穿透了 然后第二张纸上面 印记非常轻微 可以 那这时候的话 8瓦和7瓦 是跟我们平常出厂的那个10瓦 是相等的 所以呢 我们在平常操作过程当中 给予的参数 可以适当的低 2到3个瓦数 这是测试的 那 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的时候 需要调节这个功率呢 就好比如说 我们做认诚文 做认诚文 因为现在是大多女性的一个需求 所以的话呢 认诚文 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 我们的操作师需要给这个客户 然后操作到一个什么样程度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可视化了 就可见化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去掌控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保证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点间距 基本如果新手 尽量处在1.0 或者是1.1之间 或者是1.2都可以 不要太密集了 第二点 那么我们需要操作的一个深度 我们是需要打在我们皮肤上面 是一张A4纸的深度 还是两张A4纸的深度 还是三张A4纸的深度呢 如果它比较浅表 然后你也是新手 然后你可能不太敢下手操作的情况下 我建议可以处在一个10瓦左右 比方说像一个微透 或是透一张半纸左右进行操作 这一个也可以根据你手上的一个 比较修复的一个产品 然后进行操作的一个力度的一个强硬度 因为你手上的修复产品如果越好 那么你可以打穿的一个深度会越深 那一般建议 建议韧成纹可以打一张纸 到三张纸之间进行操作 我现在刚才操作是8瓦 1.0的停留时间 1.0的点电距 然后操作一张纸的一个穿透力 那我现在要操作比方说两张纸 我就可以用到一个15瓦左右的能量进行调控 因为每个客户的皮肤都不一样 所以我还要根据客户的皮肤来进行 选择调控这个能量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两张纸穿透 第三张纸上面有印纸 第四张纸并没有印纸 第三张纸上面有轻微的一个印纸 所以这个是两张半的一个能量 那么当我们需要打两张半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15瓦左右的一个能量 然后来进行选择 如果我们打三张纸的一个深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在20瓦或到25瓦之间 两张纸 三张纸 三张半纸 这三张 第四张纸的话也已经微透 所以这个可以在20瓦到25瓦之间 然后进行调控 我现在是调到一个23瓦的 那我现在来强调一下 这一个可以不用动 然后这一个是点尖锯 点尖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它呢 好比如说我们做疤痕 疤痕的话 一般很多的疤痕都是凸起来的 对吧 然后有坏死的状况 那如果说有坏死的状况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把它这一层磨削掉 就是说不要 需要让它重新生长更好的一个皮肤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让它调密集一点 比方说调到一个0.7 现在我功率有点强 那我就先调低一点哈 功率调到一个10瓦左右 然后进行来笔画 那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它的一个密度 它的一个密度 然后是比它已经要密集的 意思也就是说它点尾点之间的距离只有0.7毫米 0.7毫米 然后的一个宽度 所以每个点一点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 就是0.7毫米 这一个相隔 刚才是1.0毫米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时候 这是它的穿透力 那我们选择点尾点距的时候 就是选择看它的一个密度 那像 八痕我们能不能重复操作呢 如果说坏死的那一些的话 是可以重复操作的 就比方说像它凸起来 坏死的我不想要了 我需要打掉它 那可以重复操作 那如果任成文能不能重复操作呢 不建议重复操作 因为任成文 我们在肚皮上 虽然说看不见 但是衣服会经常磨擦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建议重复操作 减低它的一个射程的一个风险和几率 然后这个次数 我们来演示一下 但是我们并不建议平常都使用 就是说这个次数 好比如说我现在 打了两遍 我先打第一遍 打第二遍 打完第二遍以后 它会自动停止 这时候它的穿透力 就比正常要翻倍了 因为我打了两遍 对吧 那像我们平常就建议只使用一遍的次数就可以了 当我们不用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这个预览点面 让它处在待机状态 就OK了 那像全脸的换肤 我们需要操作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张纸左右的一个深度 根据它的皮肤再进行上下调节 这我现在所讲的都是一个健康的皮肤 那如果说像操作一颗比方说很小的一个前表的一个前表的一个色斑 我们可以把形状调到一个圆形 然后形状调的更小 因为色斑会比较小 好 比如色斑 这个色斑就是这么小 那么我们这时候所需要调动的东西 比方说我想给它做前表的 可能就是一张纸左右的一个深度 然后 我们可以先来打打试试看 因为这比较小 那打出来的话 它是不是 比较稀疏 对于它并无作用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 点间距 也就是把它密集度调上来 对吧 现在会变得更密集了 那我们能不能调到百分百密集呢 告诉你 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现在给你示范一下 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打完了之后 它这一个就完全没有了 完全就没有了 破了一个洞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皮肤完全被剥削掉了 它需要让它再重新生长起来的时候 会比较难 因为这个是一个碳化的一个仪器 有一个凝血 止血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哪怕你做切割的手术 医生用它 它也不流血 这样子对客户的一个风险就降低了很多 而且也不会说造成一些伤口的一个感染 所以我们这绝对不可以调到百分百 那我们像这种小字的话 我们该调到多少 比方说调到0.5 让它每个点与点之间 是必定需要有距离的 必定需要有距离的 这个事情重复两遍 比较重要哈 然后我们操作至八痕 可以根据它形状进行选择就OK了 这不再重复 然后我们返回上一个界面 我们来讲3D 3D的话是一个脉冲模式 这个脉冲模式的话 如果不是医生 我在这里咱们就不讲了 因为咱们都是美容院操作 那我只来讲4D 4D的话是一个内音模式 那我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个手具的话 这些都是一个私密的一个手具 这一个是一个内音的模式 这是小内部 是一个外音的模式 那内音的话 我们是来做紧致 外音的话 我们来做漂红 国外的话 内音操作 它是属于一个保养担母 那我们在安装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需要把气管拔掉 因为我们操作私密 并不需要气管 我们把气管往上藏药 然后我们把点证的这个镜片 这个是操作手具 这个是点证镜片 取下 取下 取下完了以后 我们要再三 确认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私密镜片 如果说我们在消毒的情况下 这个私密镜片 是不可以放到高压锅里面 去进行消毒的 那我们这些所有的手具 它都是需要通过这个镜片 进行连接安装 那我们先安装镜片 假如说我们在没有安装镜片的情况下 手具往里面捅了 那么手具往里面捅了 它是会把里面的镜片捅坏的 就是说捅坏了之后 我们没有办法正常输出光容量 那么我们更换内音的手具 就通过这里更换 外音的手具 我们就通过这里更换 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安装内音的手具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这一个360度的一个针尖 这一个看一下有没有拧紧 不要夹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小摩托了 然后我们可以拿上我们的模特 在拿模特之前 我们来先讲一下参数 参数的话 像我们平常调节的话 我们可以调节在15W到19W 或是20W之间进行上压浮动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一个参数的话 根据我们破工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然后停留时间 停留时间的话 这个我们不用动 尽可能让它保持在1.0 如果需要浮动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从0.8到1.2之间都是可以 内音的话记住这个数据 这数据是相对等的 10 行数列数这里10个 然后这个点间距1.0 以及这个5个行数 这三个是属于对等的 所以我们这三个要保持一致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乱续续都可以 操作一遍 OK 然后我们可以来一下模特 那首先我们私密部位的话 我们要学会分我们女性的一个私密部位 大阴唇小阴唇 然后以及阴道口 阴道口一圈 然后会有肉芽 然后那一圈肉芽 就是我们破裂的处女模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第一个时间要跟客户沟通 我们需要背皮 什么叫背皮呢 就是它阴唇上面的一些毛毛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我们的光能量 会直接打到我们毛毛上面 那这个重新再长出来的毛 如果说客户愿意给你背皮的话 那你光能量就可以直接接触皮 我不会说先打到毛毛上面 然后第二步动作 我们就需要做的是破工 拿着压腿前 然后进行放到里面 然后进行破工 看女性 女性对 阴道情况 看它有没有什么一些布克炎症 比方说低虫 美菌攻击弥烂 那是狼种 这等等 如果说攻击弥烂偏严重的 咱们是不做的 纳斯兰种偏多的 那如果说 他最近比较伤火 或等等其他的一个原因 那可以让 如果说他有需要去治疗的情况下 比方说他纳斯兰种特别多 而且有特别大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可以让他作为一个治疗 治疗的话 自台仪器可以做 但是如果说 我们咱们不是医生的情况下 那我们建议不做 可以让他到医生里面 医院里面去进行操作 然后我们破工完毕了之后 给他把简单的白带 然后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以后 然后我们拿上 我们消毒过的手具 然后进行操作 所有的手具 消毒完了之后 我们上上石烂油 什么叫石烂油了 石烂油的话呢 是一种润滑剂 可以应用的一种润滑剂 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到 我们更顺畅的 进入到女性的一个阴道里面去 上完润滑剂以后 上完润滑剂以后 那么我们就开始操作 我们尽可能的是 把这个带刻度的一侧 带刻度的一侧 朝上我们自己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比较简单 动作很容易学 我们看着这个位置 大概处在一个 0.5 0.6左右 那么我们每一次操作 我们通过脚道来控制 每一次操作 比方说我现在到底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女性的阴道的话 大概只有5.5 5.23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而已 因为总手距 总手距的话 是11公分12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 可能也就是5.5 或6.5的一个长度 阴道比较短 然后我们放到底 然后进行操作 我现在把一发光能量 踩了脚踏 可以看得到吗 那现在我们踩一发能量 然后退0.5 再踩一发光能量 平常我们是用脚来控制的 然后再踩0.5 再踩 然后到这里再踩 一直我们这个动作 重复到这个位置 我们隐约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红秒点的一个位置 红秒点的位置 那证明这一遍做完了 就是一直推一直推 推到这里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刚架它两侧 有可能会不会被挡到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轻轻旋转一下 轻轻旋转一下 往里面再推一点 然后把手机也轻轻再旋转一下 推到底 然后进行操作第二遍 看 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红秒光了 我们肉眼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红秒光 证明这个 这一遍也已经做完了 重复这个动作三遍 基本上 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做 再重新做一个检测 检测它的一个松紧程度 然后 重新再检测一遍它的松紧程度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有变化的 那有的女性可能过分充实 效果可能没有来得那么理想 那么我们定期可以让这个女性 然后做一个保养项目 然后当我们操纵外音的时候 那我们换上我们外音的一个手具 外音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跟光眼前 或者不进入到这个 擦卸下来 然后换上一个余叉的 手具 拿它上去以后 那么我们点一下预览光 可以看到 这个光能量 这个光能量 现在是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角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加减 把它缩小一点 现在就比较完整了 然后就可以用到这一个来进行操作 然后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能量 比方说我们的功率 功率的话 内音是没有感觉的 没有痛觉神经 它只会有温热感 那外音的话 它是有痛觉神经 所以我们能量 需要从低的开始进行操作 比方说 我们从一个5瓦4瓦进行开始操作 然后停留时间的话 我们尽可能也处在于 0.3到0.5开始起步 然后剩下的1.0 1.5 以及乱序 以及一变的一个次数 然后进行操作 点工作 到我们打在 到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只需要 只需要 然后来回扫射 没有固定的一个动作 比方说 放下来 不然我找动点 比方说 我现在我们可以隐约看到 对吧 嗯 我们可以从音道口开始做起 然后来回扫射 那当我们有一圈的那个破裂的处女膜肉芽 它接收到这个光能量以后 它会向内收紧 那这一个是项目公司的一个处女膜修复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再把小音纯掰开 重复操作 那我们操作手法的话 我们可以先从 远处 让它感受 适应 然后再到近距离 看客户的反应 以及询问客户的反应 能不能承受 如果说不能承受 呃不能承受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可以持续远一点点进行操作 呃有轻微的针扎感是属于正常 那如果说客户能承受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适当的 把功率往上调 功率的话可以一瓦或两瓦进行往上调 那那停留时间的话呢 我们必须是0.1 0.1的往上加 比方说我现在是加一个0.1的停留时间 然后我们再进行操作 然后再询问客户 诶能不能承受 操作几下 可以承受 我们再加一个0.1 工作 客户能承受 那这时候我们加到0.5以后 或者是呃加到0.678都可以 然后呃我们就可以加功率 加两个功率 然后进行操作 这时候贴的越近的时候 会看得到打出来会有小白点 我们平常操作的距离大概就是 轻贴或者是一公分的距离都是ok的 然后这里的参数的话 像平常的功率呃 最大不能超过10 功率不能超过10 停留时间最大不能超过1.0的一个时间 后面的参数可以不变 在客户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调节 操作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给客户 呃使用一些 私密凝胶 或者是保湿的私密凝胶 也都可以 那另外的话呢 呃如果说没有被的情况下 可以给客户呃 涂抹一下 比如说当场给客户涂抹一下 金霉素眼膏 金霉素眼膏 可以当场给他涂抹一下 就可以了 在药房大概也就是几块钱一瓶 嗯 然后重复操作 会发现这个大小英纯 你操作过这半边 跟没操作过的半边 它是有形成对比和变化的 然后我们在不使用仪器的情况下 我们就返回到主界面 然后进行关系